吴尼腦 咪咪嗽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到的就是温泉季的活动了 一直都是全台最夯的 尤其是花莲瑞穗安通两大温泉区 更是受到国人的血爱 根据花莲县政府统计去年2020年的温泉季活动 总共吸引了超过3万人来参加 那么现场徐真卫与相关客室主管 来到了瑞穗 万荣以及安通地区的温泉 那么实际走访来了解 希望每年的温泉季都能够展现地方的温泉之美 现场徐真卫为了要了解今年的温泉季活动地点 以及规划 相关客室主管来到瑞穗洪业温泉区 玉里镇安通温泉两大温泉区来会看 即将为10月份的温泉季来做准备 我们更在瑞穗的部分延伸到万荣的红叶温泉 那我们希望能把整个瑞穗温泉区和红叶温泉区整个做大 让大家能够知道其实台湾最完整 而且最大的温泉区就在花园 徐真卫针对场地的安全以及交通是非常重视 藉由实地的走访会刊 让整个温泉季规划能够更加完善以及安全 我们也希望用地景艺术来吸引 让这个地景艺术成为我们温泉区的亮点 让游客看到地景艺术的时候 能够沿着地景艺术来到整个温泉区 温泉季的活动一直是全台最夯的 尤其是花园瑞穗安通两大温泉区更是受到国人的喜爱 根据花园县政府统计 去年2020年的温泉季活动总共吸引超过3万人来 徐真卫希望让游客来到花园就可以轻松地享受泡汤 以及放松身心的旅游行程 记者高雄雄玉里瑞瑞采访报道